嗨 朋友们 上午好 今天去市场买了三斤的这种牛栏 花了147块 打生一家人好好补衣服 这一块是提前找老板预定的 不然的话这么好的位置 根本就买不到 这次我也没让老板给他改刀 因为我想要做成那种白切的 你还自己切 然后选牛栏的话 平时就是要选这种带斤的 吃着比较贵 这个纹路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样给他改刀一下 这个刀真的不好用了 然后我们连水入锅 浇姜片 大葱叶子 然后多一点的料酒 大火煮开 烧开以后有少许浮沫 我们给它撇掉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牛栏给它翻面 再给它弄大火 给它蒙煮三个东西 逼出它的血水 煮完以后我们整天清洗一下 加入一块拍碎的生姜 然后两个大葱 然后香料部分我们准备两个八角 然后一点点这种胡椒粒蒸香 两片香叶 一个炒果 拍碎去脂 一小块这种橙皮 还有一点甘草 然后两瓶盖的米酒 去腥蒸香 接着我们就可以倒入葱水 接着我们就可以盖上盖子 然后先开大火给它上盖 散开以后我们等中小火 给它压个四十五分钟 接下来我们制作粘酱 一些大蒜给它拍碎切成末 然后一小个小米椒 切圈 香菜跟葱段切一切 再来蒸香 铃肉滚它们温柔激发香味 加一丢丢盐 一小勺白糖 四勺生抽 少许的香醋 最后来一小勺辣椒油 现在搅拌均匀 等一下就可以粘着吃 我们先把这个牛腩给它夹起来 放一放羊 接着我们用漏勺把这些料糖 跟香料给它打捞 不要 等一下这个汤 我们今天中午就做成牛肉汤 担心这个牛肉汤太纯了 因为我们加了一些香料 我们加入适量的清水菜 就给它烧开一下 可以加入一些白萝卜 跟牛肉玩下去煮 牛腩不烫熟了 我们就可以给它改刀 然后再给它切成片 因为这一块的话筋膜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在这小块 等一下就一起 就跟萝卜一起炖 加入到牛肉汤里面一起炖 加入盐调味 只要把白萝卜煮熟就可以了 汤盆里面我们撒上香菜 然后把这个萝卜牛腩汤给它倒进来 外面今天中午炒了一个空心菜 然后这是军菇炒西芹 扇贝蒸粉丝 白切牛腩肉 还调了一个蘸酱 汤的话就是萝卜牛腩汤 我们今天中午就吃菜 因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刚才我把菜扛过来 才发现这个垫饭包 居然那个 插头 这个插头松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垫饭包还在煮饭 天啊 好累 吃肉吃到好 吃饭哦 哇含了 因为那个饭跳着 蒜 我跟你说 吃蒜 真的很香 妈妈好像很久没有吃摩依捷了 我好想 摩依捷哦 那改天我们吃火锅的时候 就给它烫 摩依捷好不好 最新的下手 千元他哪里有摩依捷给你烫 哪里有火锅啊 我现在吃宫圆 宫圆 慢慢吃 慢慢吃 不要碰到它 妈妈 嗯 妈妈 妈妈 这样中午 就这样 乌鸭鸭鸭 乌鸭鸭鸭 超美的 fact 这个糖 还有 还有 咱们最安心 色很蠏 'll go colle colle 哇太香了 month 这个东西吃肉就吃饱 我要喝汤 爸爸不要喝酒了 会醋的 会也喝一点点 太热了 跟爷爷会醋的 醋醋抓起来的 你还记得你爸爸那个时候吐过吗 你还记得啊 那时候他才养岁多 记忆力这么好啊 妈妈说不要踩丢了 不要踩丢了 那不是血 那个是红酒 放好了 宝贝 放好了 等一下把肉吃完 我们就去盛一点饭来吃 那我再给你盛一点 我吃饱了 我吃肉已经吃饱了 我吃好多饭 可以吃一点点 吃肉都吃饱了 吃肉都吃饱了 我吃饱了 可以吃饱了吗 可以 饱饱好了 熟了 可以吃饱了 妈妈先帮我吃这些 加下饼 然后再加 可以吃饱了 很弄了